易經被稱為群經之首 究竟易學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 特別邀請馮內閣、馮鏗利先生 用一些實例來解釋易學的因由 易數中環 各位華語電台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易數中環》 在這個節目中由孫卿而主持 我們很開心請來了馮鏗利先生 就是馮內閣的和哥 和哥你好 你好 王哥在這個節目中 其實我自己去參與訪問你 我都有一種很緊張和很神秘的感覺 即是認識你的時候 我發覺在你口中我真的學會了很多 中國的傳統文化 易經、風水、我們的歷法 所以很希望在這個節目中 跟大家分享一下王哥的心得 在這個節目中也非常重要 大家去聽的時候 咦? 原來中國人的文化 真是這麼深遠 真是裡面有很多的道理 和哥哥 其實這個節目叫做《易數中環》 這個名字是你想的 為什麼呢? 因為《易學》 因為《易學》 《易經》 《易經》 我可以買一本《易經》看看 這是一本書 其實是不對的 是一個文化 整體的文化 《易經》 現在我們可以買到的《易經》 《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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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在这裏 没有工作,就将这八卦 再演变了 每一个卦 再加上一个卦 就形成六卦 就由八卦 变化成六十四卦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全周易 原本 他写的 八卦 六十四卦 他只有一个卦像 是他的儿子 周公,然后才 注了 每一个卦池 为什么 就存了有六十四卦 其实在周之前 一样有翼 周之前 在夏朝的时候 叫做连山翼 在商朝的时候 叫做龟藏翼 但这两个翼 加上周翼 叫做三翼 连山翼 由近卦开始 龟藏翼 由坤卦开始 周翼 由乾卦开始 但现在 连山和龟藏 这两个翼 已经失传了 现在流传下来的 只是周翼 但是 连山和龟藏 两个翼 已经 融化在 翼壳 里面 好像医药 痕愚 道家 一部分 都有连山和龟藏 的理论 周翼 除了解造周朝的 逆学 还有一个解释 周而复始 因为中国的学问 是不断的 是圆圆的 是周而复始 阳尽阴生 阴尽阳生 所以 现在我们看到的 主要是周翼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就是孔子 孔子是春秋时候的大学名家 周游列国 将他的学说 要告诉那些君主 想他们 重用他 但结果他很失望 周游列国之后 都是没有一个君王 可以用他 所以 他就 回到周朝 在周 看到老子 就问道于老子 开始 研究易经 所以 孔子说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以信 七十而从心所愿 朝闻道 直可死矣 孔子在五十岁开始 学了二十年 他就注了十亿 注意 他不是他写十亿 是他注十亿 因为孔子 一生人 都只是说 他是不写的 全是他的学生 是帮他记录 帮他注役 十亿 十亿 包括 障转上 障转下 断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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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是辞上 是辞下 文言 说掌 罪掌 习掌 习掌 这十亿 可以说是 孔子学译的 读书心得 也是 演译 去到人生的哲理 现在 孔子的理论 修身齐家 自觉平天下的道理 都是灌输在内 所以影响后世很远 所以《逆经》根本 不是单读一本书 它应该包括了 福熙八卦 文王六十四卦 孔子柱的十亿 加上统称的 一个统称 就是《逆经》 所以就叫做 逆庚三世 世力三古 后人研究《逆经》 都是由根本开始 其实 不止是三世 三姓的 还有周公 周公是 持六十四卦 现在的卦词 是周公社的 但以前的时代 是儿子不出名 所以只是周文王有名出 周公变成了 他有得做 没有名出 所以就叫三姓 其实这个就是 逆经的一个原由 即现在的背景 但我知道逆经 也有很多流派 是不是 逆经一路 演变来 就是世人一路去 运用 形成了 不同的方法 就变成了 不同的门派 亦经主要的流派 有两派 一个就是汉译 一个叫宋译 另外有六个宗 另外再有四大家 就是两派 六宗 四家 是一样的 汉译 和宋译 有什么不同 汉译 又叫做 像素派 是用形象 用数学来计算的 是比较小理论小文字 宋译 就是非像素派 另外六宗 就是包括 像素宗 主要代表的人物 有孟喜 梁优鹤 另一个宗 就叫做 基祥宗 基祥宗 是寓言的 是幽然秀 京房那班 等等 是属于门派的 窮造化宗 就是陈伯 和邵康哲 非像素宗 就是黄拔 和韩康拔 史士宗 就是尊讲历史 和根据逆学去讲历史 就是李光地 杨成齋等 鱼里派 就是宋朝 周敦仪 程衣村 程衣村 朱器 一班人 分四家 四家就是逆 就是对逆的运用 就是分四家 第一 就是道家逆 道家逆就是老子 庄子 一班 第二 就是余家逆 余家逆就是孔子 周敦仪 兩程 程移程浩 以及 依家逆就是皇帝 孫仲景 那班 朱家逆 直到范子 現在叫做占卜星相 即是江湖的一套 他的代表人物 有葛 京房 兆康哲 这一班 和哥 剛才你說了一些 逆經的流派 一些背景 那我就想 逆經是很多千年前的一個 中國文化的流派 一路由遠古 近古 金古 一路流到來現代 那在我們現代人眼中 逆經是不是一個迷信呢 他有沒有一些理論根據 是覺得他 其實都是很配合我們人生的 逆經 逆經 根本就是我們 祖先 幾千年 觀察了大自然 觀察了天地 形成得到來的結論 不是憑空想像的 他用的門派 即 他的功能 最大有四樣 第一 就是逆 就是道家逆 道家逆 就是 運用大自然的變化規律 發明了一件事 原來我們可以 修先練性 可以超脫生死輪迴 這個 道家 什麼是道家 道家 就是一音一陽為之道 逆經也是一音一陽 其實道和逆 都差不多是 同一樣東西 主要 道家逆就是教人 如何修先練性 另外一家 就是儒家逆 就是孔子 孔子 將逆學 運用於人生 即是教我們 如何處理社會的各種問題 所以他就有修身齊家自覺 平天下的作用 醫家逆就是用逆學的陰陽五行 將我們人們的身體健康 調節到理想的階段 人們醫病 術家逆 包括天文地理 命相 上學 都是利用 逆學一陰一陽為之道的道理 其中分開 主要的理論是陰陽五行八卦甲子 其實陰陽五行八卦甲子 不是神秘的東西 是我們計算的資料 計算的材料 也可以說計算符號 利用這些資料 可以變化成很多種科目 最普通的莫屬語都叫堪如 堪如是俗稱風水 風水正式的名字應該叫堪如 甚麼叫堪呢 堪就是天道日 滴雨就是地道日 利用大自然的變化 天地運行的變化 地理環境的形勢 時間與空間的配合 產生變化 產生一種能量 去改善我們的生活 令到我們的生活好些 就是我們學易 學術數的功用 剛才提到 道家易裏面 就可以了解大自然的規律 了解時間與空間的關係 可以幫人練先練成 其實在這個年代裏面 是甚麼意思呢 沒有人需要做神仙的 是嗎 中國人有一套這樣的理論 我們人一出生 就是由生去死的 但是 道家的理論 中國的易學的理論 就是由死 可以由死 走回去生的 我們記得中文寫字 是在右邊寫左邊的 外國人是由左邊寫右邊的 很多人說不習慣 寫字的 當然不用手 插到墨 但是中國人 就是由右邊 走回去左邊 即是由死走回去生 越寫越有 會不會窮盡 那 我們這裏說下去 就是由何圖落書 中國的學問 開始由何圖落書定起 何出圖落書 聖人則知 為甚麼呢 何圖 何圖是甚麼事呢 何圖我們叫先天太極 何圖就是 原本 天地之初 那個形勢 那個八卦的形勢 我們叫何圖 何圖最重要的中心內容 就是 決定他的位置 四句說話 天地定位 山澤通氣 雷風雙搏 水火不雙蛇 決定了八卦 八個方向 是先天性的 落書 落書就是後天 後天八卦 後天太極 後天太極 我們小時候會有一個 井九宮架 我們叫填數字上去 打橫加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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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斜又是十五 如何中橫看 都是十五 這個就是落書數 落書數 主要就是 大九里一 頂就是九 下面就是一 左三就是右七 二四 六八為堅 六八為竹 就是畫出後天的太極 何圖就是 易經的本體 易學的本體 落書 落書數就是用後天 我們要應用到 易學的應用就是用落書的數 易經 易經主要的內容就是 掛咬仗詞 李象棄素 換一句現代人講的口法 就是叫做生旺衰死 生黑濟化 匯合迎衝 逆 逆 根本逆 分成三大項目 逆數 逆象 逆詞 如何可以表現逆出來 就是 一條數 例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每個數代表甚麼 即是用數目去代表儀利 我們就叫做逆數 例如 先天掛 後天掛 五行 大顯之掛 八掛 何圖落書 這些都是逆數 我們還有一個叫逆象 逆象就是 畫圖出來 沒有文字 只是畫個掛 畫個熬出來 這樣叫逆象 逆詞 而主要用文字去表達 象和數的義理 我們叫做逆詞 好像 逆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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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和哥 麻煩你 跟我們講了很多 逆經裡面 我們中國文化的 道理理論 但我很想 一件事就是 其實這麼深奧的中國文化道理 怎樣可以在我們二千年的社會裡面 甚至西方社會裡面 怎樣令到我們自己在生活裡面都可以運用呢 那麼在這個時間裡面 我們就請來了 馮萊國 洪志斌先生 洪先生你好 你好 各位觀眾好 是啊 我們三個人 現在就很想就說 咦 和哥講了這些理論 洪先生其實你在過去裡面生活 你也有接觸到逆經 也都有一些的運用在生活裡面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這麼深奧這麼多的道理裡面 但是在日常生活裡面 我們怎麼可以運用出來呢 其實逆經真的這麼深奧 又可以這麼說 和哥經常這麼說 另外一面其實就很簡單 簡單到現在 馮萊國、杜家泰極已經是能夠發揚光大 是呀 在全世界26個國家 有4萬會員 其實都在用這件事 我們的會員 尤其是全世界來說 多數都是外國的人 他為什麼這麼喜歡這件事呢 其實一件事很簡單 道家裡面說這個修仙連勝 一聽下去修仙連勝 很神秘、很深奧、很遠的東西 很神奇、很神花 其實和哥可以解釋一下 這件事其實就是強身健體 你能夠強身健體 變成能夠把這個液學 這個東西套下去 這個思想套下去 變成不同文化、不同宗教 其實都可以應用這件事 為什麼現在這件事這麼流行呢 又可以這麼說 和哥將它普及化之後 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用 由你的身體健康 甚至乎你在一間公司裏面做這個行政 都能夠配合到這件事 洪先生 其實在人生裏面很多事情都充滿了抉擇 在抉擇裏面要達到平衡 真的不容易 平衡是否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如果你能夠配合和哥所說的 其實他所說的那麽多東西 好像很深奧 其實如果你能夠向後搭一步 再能夠咀嚼一下 或者就會很容易去應用 和哥 你很多專研了液經的道理 剛才洪先生也說過 我們在生活中要強身健體 並不是好像以前說 我要做神仙 每樣事都要達到平衡 其實在這裏 我們有沒有一些提示 教我們如何達到呢 這個道家的理論 所謂液經的學問 亦都是大道至簡而明 大的道理是最簡單最而明的 不會是很深奧的 即是等於呂祖 無極寶燦說一句說話 道非優義 優義非道 優義即是神秘和不同 道教的理論 道的理論和易的理論 是一點都不會難的 如果是難的 是與別不同的 就不是正式的道 好像我們道教說 反老還童 其實怎麼可能是一個老人 回到一個小孩子的狀況呢 其實主要就是 經過修煉經過訓練 我們將年紀大了的機能 可以回到年輕 童年時候的機能 這個是踏出 修煉練性的第一步 你沒有強壯的身體 周身病痛的 你根本不可以做到修煉練性的一步 其實道逆學的理論 已經在我們融入中國人生活裡 只不過是百姓日用而不知 用開都不知道 究竟是 但是 它還在運用中的就是道 就是好像我們 張香 因為三支 三就是生素 所以我們張香一炷香就是三支 那枝香 我們真的要點下去 不要用電燈 騙神騙鬼 因為 那枝香是點著的 是熟火 是點著的 那枝火 那枝火一路燒落枝香 是主動的 這枝香的意思 就是與神佛溝通的一個媒介 好像七一樣 中國人 七是死數 所以在七月 也是鬼節 我們做喜事 結婚 擺酒 永遠都是六個菜 或者八個主菜 不會有七個菜 七 正是我們做白事的時候 就會用七個菜 所以根本已經是 液學根本已經融入了 老百姓的生活 不過是不知道的意思 其實也好像剛才 洪先生所說 在練太極 其實已經在做一個強身健體 但可能自己也未為意 只會說 舒展一下筋骨 是嗎 所以其實真的融入了 我們的生活裡 其實兩位 有沒有一些生活的經歷 是跟逆經帶給你的道理 很有關的 譬如你面對某件事的抉擇 或者突然有一個 在你人生中 有沒有一些衝擊 想起 原來真的跟逆經的教導 分享很有關 有沒有呢 兩位 跟我們分享一下 講逆經的教訓 是很深刻的 是 我們自己本身都是讀 英文學校 讀外國書大的 中文這麼好的 根本就是 對中國的這套學說 完全不懂的 是 但是 親眼我見了很多 是我沒辦法不相信的東西 我才相信這個世界 是有陰陽逆行的 我舉個例 因為當年是1989年 是屬蛇年 那年 我弟弟 眼睛有問題 要做手術 我便問我師傅 我今年好不好跟他做手術 因為我弟弟本身是屬馬 我知道 下一年又是馬年 馬是屬火 屬木屬梨 即是 告訴我 他的眼睛一定要盡快做 不可以明年做 我便問師傅 師傅怎樣說呢 師傅說 你一個星期內好做 不要去到 新曆十一月 因為新曆十一月是紫月 紫五聰 紫五聰是對眼睛不利的 結果他便在七天內 趕快做手術 結果醫生說 你也很危險 你如果做遲些 根本都不能慢 我做手術的時候 做了幾個小時 幾乎 把眼睛拿出來 再放下去 做手術之前 我問師傅 那 有沒有問題呢 他的眼睛 因為已經剩下一隻眼睛 師傅說 他還有運行 怎麼會 怎麼會盲得呢 結果 眼睛就保住 保持到現在 所以 這些數據 好像很普通 但是 馬連 對這隻馬 他自己本身是 犯了太歲 所以 這隻馬 立刻跟他做手術 是很有關係的 歷經的道理 幫助了做一個很快很快的決定 那洪先生 你有沒有一些人生經歷 我覺得 這麼久以來 我 教了太極三十幾年 其實 最大的體驗就是 能夠將這件事 尤其是在西方國家 加拿大 以及這麼多國家 都能夠被接納到 就不是一件這麼簡單的事 即不是說一年半載 經過長年累月 都能夠發揚中國的傳統 能夠被他接納到 還有就是 他自己每一個個人 都能夠得到一個益處 這件事我想 就是 不是一個運動這麼簡單 即是超越了運動 而帶給我們 除了運動之外 還可以有一個的修養 那樣的學習 其實太極都遠遠流長 有很多年的歷史 很開心 今天 能夠有 馮鏗李先生 即是馮萊閣的和歌 和馮萊閣的洪志斌先生 和我們分享了 一些易經的道理之餘 還有 如何應用在我們生活上 而對於我們有一個幫助 亦都很希望 收聽的聽眾朋友 今天的節目 都能夠帶給大家 一個反思 或者一個參考 希望對於你們將來 未來的生活 都有幫助 多謝大家收聽《易數中環》 在下星期內